亚洲发展最快的展会之一 CES亚洲消费电子展近日在中国上海圆满落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家企业 展示了诸多尖端创新技术 其中包括汽车技术、5G、人工智能、 虚拟实境等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成果 此次亚洲消费电子展中 共有50多家汽车公司参与 与汽车相关的展台面积更是达到了40% 全方位展示了未来汽车技术的智能驾驶领域 中国国内与世界各国汽车品牌大比拼 其中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 化身而来的汽车公司格外耀眼 中国拜腾汽车这次带来了全新的K-Bite汽车 这款三箱车连续了拜腾的家族设计风格 它最大的特点是 在车辆的四周和车顶都装配了激光雷达系统 可以对车辆周围进行无死角的全景扫描 为其自动驾驶保驾护航 中国领跑汽车也在展会期间 宣布研发的首款国产AI自动驾驶芯片 零芯01已经进入验证阶段 明年第二季度进行实车测试 此外领跑S01正式启动预约零号 首批名额限定451个 可在领跑APP上领取 预计补贴前售价会在20万人民币以内 而中国搜索引擎百度也搭建开放平台 参展主题是量产 百度展示了骑载自动驾驶 车联网 汽车安全等方面的产品 而百度L4级无人驾驶小巴阿波隆 亮相会场 呈现完整的自动驾驶软硬件解决方案 美国凯迪拉克汽车公司 在本届展会上发布了凯迪拉克 Super Cruise超级智能驾驶系统 这套系统是业内首个量产 并可真实实现在高速公路上 释放双手的驾驶技术 也为这套系统提供了 赴盖中国国内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等高精地图数据 而奔驰概念版Smart在设计上 和现款在售车型比较相似 只是它用大面积的玻璃材质 替代以往的车门 在匹配自动驾驶系统后 蔚来概念版的Smart将主要服务于 汽车共享市场 在设想中 蔚来完全可以借助共享汽车 并且目前全球范围内的Car2Go 大都采用了奔驰Smart车型 因此将蔚来版的Smart投入共享车市场 自然也就相形一张了 除了汽车展区最火爆的当属互动体验区 比如VR眼镜、AR互动等 而在蔚来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 对科技产品感兴趣的观众或许将不需要到现场 你能在家就体验到展会上的各种黑科技产品 在电信方面 5G将比4G更具有优势 到2021年 5G将会更快的速度提供数据传输 同时5G网络还将提供速度更快 容量更大 延迟更低的连接 预计5G将于2020年在韩国、日本、中国和美国投入使用 此外人工智能已经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 智能音箱、智能电视等诸如此类的产品越来越多 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在此次展会上 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例如儿童陪伴机器人 教育机器人 以及商业机器人等 在智能家庭里 除了各类电器 已被人工智能掌控以外 甚至是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空气、水 都在AI技术的应用下火了火来